我來之前有很認真的研究了這兩天的議程 然後昨天也很努力的跟上了一些大大們的分享 然後我終於知道今天這一場 為什麼hashtag新手友善 原來是對我這個G0B的新手很有善 因為我今天等一下就是分享 很多很多有趣的活動的照片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些有趣的人 就這樣子所以作為大家午休之後的第一場 我覺得大家就是很輕鬆協議自在地參與 以下15分鐘的討論這樣子 那剛剛Doney有說我是律師喔 就是如果用三個關鍵字自我介紹的話 就是律師 然後Web3 Web3 for all 加起來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是一個超級無敵沉迷在Web3領域的律師 然後但是因為我很多東西都不懂 所以我就透過像Web3 for all這樣子的 讀書會的活動來跟很多很多不同領域的夥伴們一起學習 那今天題目不是說那個 What the fuck is Web3嗎 就是對我來講到底一個律師為什麼會這麼沉迷 Web3喔其實是很多很多年以前 在我工作的場合有很多厲害的工程師嘛 然後他們就介紹我一個觀念叫做Smart Contract 然後一聽不得了 就是像剛剛Doney講的他其實是工程師寫的Contract對不對 就是一串的這個code 然後他們放到區塊鏈上 然後他就會自動執行了這樣 在我一個就是寫了 我當了律師大概18年吧對不對 寫了十幾年的合約喔 結果今天有一個這個工程師來跟我說 他的合約比我的更Smart 因為他的可以被自動的執行 然後沒有人可以違約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好神奇喔 可是我覺得今天Doney在那個 我們的這個整個Web3 Track的那個介紹也講得很棒喔 就是我們大家一開始都是這樣 就覺得有一個工具好神奇 然後就很喜歡 但是你真正要去探索他的實際的落地應用的時候 就會發現案情並不單純 所以就會有了這個Web3 for all的讀書會 大概都是抱著這樣一個心情的夥伴們 一個就是很熱愛的採用各種的新科技 但是又覺得好像不只是技術而已喔 還需要很多很多其他的討論 講了半天還在簡報的第一頁 這是我們的第一場在那個中華路 西門町的非地書店實體辦的第一次的聚會的讀書會 Doney幫我們分享那個創造文明的人喔 那個什麼 Alive in Computer Games 就是在講那個文明帝國 Civilization 這個遊戲的這個 創作者他的算是回憶錄這樣子 人少少的對不對 那個 這不算少 這是第一場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地零場的 地零場的人更少 那是一個線上的活動 因為當時還在疫情期間 然後呢 為什麼我們第一本實體的書要讀這個 這個講Civilization 這個遊戲的故事 其實是源自於第零場 大家線上的這個討論 應該是 可能我猜是全台灣第一次的 在討論Plurality這個概念的讀書會 那這個用語真的是 有太多太多的解讀啦 簡單來講 可能就是我們當時的一個疑惑 就是在假設這個AI跟區塊鏈 它會各自帶往 所謂的人類文明的下一個階段 往兩個極端去發展 AI帶往這個極權的方向 然後區塊鏈可能是強調個人主義的 這個面向 在這中間有沒有其他道路的可能性 就是這一次線上的活動想要討論的東西 可是啊 那個一開始上線的時候就有七個人 哪七個呢 就是我邀請的五位來賓 然後我跟我同事這樣子 所以就是 即便如此啦 大家還是覺得這個話題 有往下再走下去的討論的空間 所以後面的活動開始就是這樣子了 每一次都熱熱鬧鬧的 線上線下的夥伴 大家看到有些熟面孔 就是 其實這一次的活動是 我們Web3 for All 跟這個DOW Zero Learning 一起合辦 DOW Zero Learning呢 就是它是在DOW Zero底下的一個坑 讀書會 那DOW Zero呢 就是在Gov Zero底下的一個坑 大概的想法就是 這一群夥伴希望可以 應用Web3的技術在公民科技的領域這樣子 那因為 因為是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兩個讀書會想要讀的書就走在了一起 就一起合辦活動這樣子 然後除了在跟這個新門廳的飛地書店的老闆借場地以外 因為我們的夥伴來自四面八方 所以像這個就是在大道城的一個藝術工作室 贊助我們的場地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在花博的這個Fab Lab 就是夥伴的資源非常豐富 然後大家都是很Volunteer的提供一些資源給我們 好 那因為我們的活動不曉得 可能是因為夥伴來自四面八方 所以大家也都會有自己的connection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海外的社群一起來參加 那這一場呢就是有一個獨立研究員叫Puja 我們第一次認識她是因為她跟這個Ethereum Foundation的Vitalik 然後跟這個Glenwell合寫了一篇文章一個paper 在探討這個Soulbound Token 就是一個區塊鏈上面綁定身份的一種機制這樣子 那剛好她來台灣我們就敬地主之宜 帶她逛逛這個大龍洞的這個保安宮 然後到這個最復古最懷舊的豆花店開讀書會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還有像這個是我們到了日本去參加日本的Plurality Tokyo 然後認識的朋友Taka 那她來台北的時候也會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大家應該跟今天 昨天跟那個Halu-san聊天 大概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日本的夥伴我們常常就是一見如故 那可是因為這個Web342讀書會 它就是一個非常鬆散 然後沒有組織的組織 所以我們當然也不會有經費像今天這樣子 聘請這個專業的口譯 所以常常會看到這種很感人的畫面 就是夥伴們自己要充當這個一日翻譯這樣子 可是大家比手畫腳也可以完成一場讀書會的討論 那這個更多的來自海外的夥伴 這個是Meta Governance的Riley 他在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組織的研究的一些進度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夥伴到清邁的時候 認識了當地的Web3社群 然後當他們來台灣的時候我們也要請他們來讀書會 在討論這個Aautonomous World 就是剛剛窦尼有講到怎麼樣把這個鏈上的自動化的機制推展到極致的一些想像 非常精彩 好 那我們讀書會很多時候也會有作者本人出現 這個是我們的老朋友就是高同建他來自香港 然後還介紹他的書 這大家都認識對不對 他們最近在發表這個Plurality 也不是一本新的內容 但是他們有一些進展 所以也在這個 畢竟我們最初就是討論這個內容 所以現在有了怎麼樣的發展 我們大家也都很關心 好 這是另外一個書的作者 右邊這一位叫Joshua 他寫了一本書叫Blockchain Radicals 這兩個字我們都很喜歡嘛 Blockchain跟Radical 然後我們更喜歡的是他 我們看到他在一個矽谷很知名的創投 在推動矽谷一個很大的浪潮 叫做EACC 就是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 這個有效加速主義的這個浪潮 的幕後的推手的底下 的推文底下留言 對不起 今天口意的大哥很辛苦 就是他就是留了一個很嗆的留言 然後我們就很喜歡 然後就是跟他說 那不然你來參加我們讀書會 然後分享你的新書 結果我們跟他糾好這一場之後 那天是個晚上的活動 早上Vitalik就發表了一篇新的文章 他也在講他對這個EACC的這個trend的看法 然後他主張的是一個叫做DACC的理念 就是Defensive Accelerationism 或者是他的D可以解釋為是Decentralized 或者是Differential還是Something 反正那個D是很多元的意義的這樣子 但是他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矽谷大家都是像這些Sam Altman 他們就是強調 無論如何AI的發展不能停止 我們只能加速 一旦我停下來了 其他人不就加速了嗎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可是Vitalik他們的想法是說 其實沒錯啦 就是說科技的進程 有的時候它是不可逆的 那你去喊話說希望大家暫停 也是沒有用的 但是在這當中我們還是不能避免去理解 一路上可能發生的一些風險 然後你其實是有選擇的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選擇 規避掉那些風險 然後帶領大家走向一個真正美好的境地 是這樣子的討論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就是Vitalik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是找了他來讀他自己的一篇文章 他寫的是什麼呢 今天早上那個我們的Keynote 他也提到了就是這個Twitter啊 現在作為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 可能帶動很多很多的政治兩極化的 討論的這個社群平台 那他前一陣子推出了這個 打擊錯假訊息的工具 叫Community Notes 我不曉得大家現場有在使用嗎 有嗎 他其實推出不久 那個時候應該這樣說 我們以前在學校學言論自由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都會聽到一句話 就是說 The remedy of bad speech is more speech 對不對 就是用更多的言論 他有兩個意涵啦 一個就是說可能真理越變越明 第二個含義是 其實我們絕大多數的時候 並不期待一個由上而下的權威 去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正解 對不對 可是因為現在在所有 我們在發表自己的想法的這些社群平台 沒有錯你可以很自在地發表言論 你可以有more speech 問題是別人聽不到你講什麼 因為被演算法擋掉了 所以Community Notes 它有三個feature蠻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它讓大家 顧名思義 就是社群去寫筆記 的這個動作 可以讓每一則 可能有點問題的 推特的PO文 可以更有脈絡 大家可以知道更多背後的資訊 第二個feature 它其實是可以透過它的演算法機制 就是把這些應該要提供的脈絡去推播給 它認為應該要得到資訊的人 那第三個很特別的是 它的演算法同時 會有一個rating rating的效果就是說 它可以讓 讓我們讀者去知道 每一個寫note的這個夥伴 它的credibility 另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如果今天有個note被寫出來 然後幫它 就是評分的時候 你說這個東西很helpful 那覺得它很 認可它很helpful的人 來自於原本是兩個 完全的不同溫層的時候 這一則note的積分就會特別高 那它就會被推播給更多的人知道 這樣子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有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對於比較難的題目 我們會用比較苦的方法讀 就是在讀書會之前開一個共筆 然後關於這個題目呢 大家竟然洋洋灑灑的就寫了60頁的共筆 天啊 那個文商本人可能都一頁不到這樣子 那 因為剛剛講了嘛 就是我們的這個讀書會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 所以其實大家在 可以想像那個讀書會在討論的時候啊 就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視角 比方說 關於這個 什麼叫做bad speech 什麼叫good speech 哇 那時候讀書會一開始就有一個很哲學性的討論了 就是 如果 人們都是選擇去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言論 那這樣子假訊息帶的就是真的風向嘛 那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到底討論的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要被cure這樣子 那 因為這個社群裡面也有技術大神 所以 Vitalik他的文章每一次都會 裡面都會很多數學的算式 所以藉由這個討論 我也認識到了這個演算法 就是 機器學習的什麼 T度波度下降這類的東西 然後裡面也有 比如說UI UX的這個大神 他們會討論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還是一堆文字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用得更有趣 然後 以至於可以真的跟reader做有效的溝通 另外因為這個主題的特別 所以我們那天也邀請了這個Cofax的夥伴一起來參與 所以他們也跟Vitalik分享了 就是台灣的這個事實查核的經驗 以及他們去看community notes 這個工具到底好不好用 這個事情不是只停在這裡而已 所以我把它列出來當一個例子 就是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讀書就是 大家互相交流意見 然後覺得 哇 收穫滿滿 然後帶了自己的學習的心得回家 這個案子是它有一個後續的故事 就是 因為 我們在辦這個讀書會的時候 剛好就是 快要接近台灣的總統大選 那所以很多夥伴 瞭解到了這個工具之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 欸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開放使用 所以啊 他們就噼哩啪啦一邊讀書 一邊做共筆 一邊就把文章寫出來了 這些文章的內容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 像許明恩呢 他自己有一個區塊式的媒體 所以他就 用這個科普的方式 跟他的reader去解釋 什麼是這個新的這個工具 我們那時候在文章裡面有看到一個 往前去追溯還沒有 就等於是community notes的前身 叫birdwatch的一個paper 它裡面有很多的資料 那許明恩用很簡單的方法 把它講給大家聽懂 然後比方說 逗你啊 他也寫了這個 他的想法 然後也是在講 呼籲說 欸 那台灣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使用這個東西 還有為人 等一下也會上台分享 然後還有保存喔 那大家接二連三投稿到reader之後 也不只是這樣子 其實他們做了 背後做了很多的努力 甚至 跟這個community notes的這個 團隊 J Baxter 就接上線了 就去開會了 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後 欸 哇 果然 在總統大選前夕 這個工具就開放了台灣使用 這一則這個官方他們的公告 是有 九百七千萬個view 所以 有的時候 我藉由這個案例會覺得 其實一開始 很多有趣的活動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讀書會的夥伴 他們很喜歡出去交朋友 然後很喜歡 跟世界各地的朋友 學習他們的國際的經驗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哇 其實 讓世界看見台灣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的時間到了 但我最後還是想要 跟大家分享這個 Eller是我們的 讀書會的另外一個夥伴 他講的是說 大家在讀這一篇的時候 那個速度太快了 就是幾天之內 就是寫完六十頁的共筆 然後又把講者找來 然後又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他跟不上 可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 在過這整個 大家熱熱鬧鬧地 玩完之後的幾天 他去消化了他的想法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 哲學專業的背景 所以他也讓莎莎地寫了 他的這些心得 跟我們分享 我們也覺得非常非常有收穫 我覺得這個讀書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跟Julie Me的這個場域很像 就是他一直在那裡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方式 適合自己的步調來參與 最後最後講一個這個 這個是我們Fab到的夥伴 尤其是這個窦尼跟奕成 他們幫我們讀書會 就這樣準備了一個行動書 大家都沒有講好 他們想做就做了啦 他們覺得對這個社群有幫助 他們就去準備了一箱書 然後讓大家可以帶回去讀書 然後互相交換 那因為窦尼一直講說 我們這群人就是超級超級無敵內向 這就是內向的行動主義者 交朋友的方式 那引用這個暴政 就是Unteranny的這個書上講的 就是反正走出去交朋友 就是改變的第一步 即使是我們這麼內向的一群人 我們也是用讀書當藉口交了朋友 這樣子 那等一下還有更多的夥伴 今天我也鼓起勇氣 來這邊跟大家交朋友了 所以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讀書會 然後跟等一下的夥伴做進一步的認識 謝謝